大家好,歡迎收看要財在京台全日總結的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換了債研究部的經理陳維聰先生 在旁邊,Jason,你好 是,Johnny,你好 不如跟大家跟進,就是內地股市及亞大區收市的情況 互深深壓指數,今天升了18點收市 收補2,221點,上升綜合指數,上升11點,收補2,06點 上海A股指數,升了12點,收補2,099點 看看亞大區方面的情況 東京日經平均指數,下跌36點,收補14,018點 韓國首爾Kospi指數,上升14點,收補1,839點 台北家權平均指數,下跌17點,收補7,893點 回到我們的直播現場,跟Jason談談 港股來說,可以說兩個字有形容,就是乾升 因為升成300多點,但成交金額不超過500億 很明顯,大家都是觀望為主 怎樣看呢? 因為今天來說,跟到美股方面有個高開的情況 恒深指數,今天高開是187點,報在20334點 開始之後,升幅就擴大,也是上10天線流上 跟Jason談談,也看到恒指來說,今天收定了 升了321點去收市 收補於20468點,成交金額有483億 國企指數,上升123點,收補9024點 今天市場來說,真的很乾升,怎樣看呢? 你說得對,一來你看到成交方面,都不是那麼足夠 你說之前那兩天,跌市裡面,每一天的平均成交都有接近600億 但是你說今天雖然是升市,但是成交是連500億都沒有 反映在下面撈底的動力,都不算是很強的 再加上你看回恒指的成分股裡面,雖然你說見到今天大部分都是有個升幅 但是你說真的升得強的那些,都是一些相對基本因素都是一般的股份來的 當中就包括一些煤炭股 另外又好像見到百例方面,今天都升了超過6% 你說今天的升市純粹都是因為這些之前跌得比較多的股份 反映反彈而導致的話,那究竟你說能不能夠可以長久地延續下去呢? 那我相信這個機會都不是說真的那麼大的 那所以你看回今天這個升浪,暫時都只能夠說說在過去那兩天是跌得太多 那今天就相對可能有些沽空的補倉盤就叫做穀回市上來而已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今天來看一看,那個沽空比例都是維持在12、13%的流上的話呢 那意味著淡有去到現階段都還是未肯放棄的 那接下來那個恒指上回去可能兩萬零六百點左右呢 二十天線附近,那可能又會遇到新一輪的沽壓再次要試一些更加低的位置 那所以如果你說在現階段去追貨呢,我就覺得風險相對是比較高的 那反而都要觀望一下,看看接下來,如果你說再有調整的 會不會都可以落到大概19,600至19,800這些位置呢? 那做多隻腳,那到時才買貨就會比較穩陣一點 好,那大家都就是觀望為主 不過市況來說,雖然升300多點 創新高的股份就不太多,只有11隻來講就是創了52週的新高 其中有四隻來講都是蠔子股,即是蠔子股比較小 另外都見到一乘43隻股份都要創52週的新低 都可以留意 講到這一方面,不如看看一種籃籌股收市的情況 會控來講,今天升接近1.6%收市 收費81.05元 中移動升超過2% 中國銀行升3先 公行升1毫一 建行升9先 港交鎖升1元 國壽升8先 友邦升4毫 騰訊升7.6 收費306.4 金沙中國升幅超過2% 長石升超過1% 而新地升9毫半 九倉升8毫半 中海外升4毫8 環子地升8毫8 中海游升2毫6 中石游升1毫6 中石化升1毫3 昆仁能源升3毫 中國神華升1元 一定要講講煤炭股 今天一點都不煤 亦都見到 在升幅榜 第2位和第3位都是煤炭股 分別是中國神華和中煤能源 他們真的跌了很多個月 亦都見到52周身低 之前有一個消息都很震撼 內地會撤銷經營煤炭生產的許可證 大家都在怕行業競爭會加劇 所以導致之前的沽壓非常沉重 但今天又這樣說 摩通方面的魔力非常之大 唱好都說到 不需要太過擔心 亦都是一個買入的時機 怎樣看煤炭股 你說純粹一份報告唱好 進行其中的賤炭股 就有一點牛肉 升降下的 這一個零動態 當時這主要是 那將他有性 會不會都 都會有的人 將那個利膽消息 所謂過大 令到股價 跌到過去了 這個可能性 是不能夠排除的 因为虽然你看到今次所谓生产许可证 和经营审批许可证是取消了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小型煤炭商 都会加入这个市场去竞争 但同样地如果你看近这一两年 那个煤炭市场都是比较低迷一些 究竟会不会因为没有了这些许可证 就即时令到很多其他企业会加入去争 既然你说本身都没什么肉食的时候 我相信在现阶段短期之内 都未必说会即时引入了很多中小型的煤炭商 去开采这个煤炭 所以你说竞争加剧这个利胆因素 我相信在短期之内就未必说会很明显地见到 但始终我们看煤炭股都一定是看回最基本的层面 就说看回供应和需求方面究竟是否去到一个平衡点 在现阶段来计就绝对不是 因为都见到现在内地的煤矿商 不惜是减价都要继续加大开采量和生产量 导致那个供应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长此下去不断有个恶性循环底下 那个煤炭价格你说要反弹都应该是挺难的 如果你说他们不断要减平减价来开采 来到挤压其他的竞争对手 变相其实都会令到他们自己的毛利率方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你说这些因素加起来 我相信对于煤炭股来说 虽然今天是有反弹 但是你说未来要将整个的下跌浪扭转 我相信的难度都是相当之高 谢谢Jason煤炭股方面的分析 立即跟进版本的收视情况 另一只要和大家谈谈就是合生员 编号1112 这只真是给他课一课 可以说是2月头打后买货的 那些投资者来说都要亏钱 由48元左右的高位来说 就是去到现在这个水平 去到31元而已 今天来说继续都要下跌 一个星期不够 都是蒸发了三成半 累积的跌幅有三成半那么多 最终来说今天收获31元 跌了就是六个四毫半那么多 跌幅有超过一成七 怎样看呢 说到在内地方面有个垄断的情况 说他买些奶粉太贵了 有些报道更加讲到他的奶粉来说 买到成900元的人民费 怎样分析 之前我们讲奶粉版块的时候 都提过 始终他本身一个最大的买点 就是说那些配方奶粉 全部是由法国进口 是一个相当安全的保证 令到他那个售价方面 都抬到是相当之高的 但是你说 去到这个的地步 当人家说真是用反垄断法来查他 甚至乎都要求这些所谓国际品牌奶粉 去减价的时候 他就没什么选择的 如果你说他都坚持不减 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罚款 但如果你说他真的要降价的话 变相对他那个高无利的一个优势来说 都会慢慢缩减了 而且都见到本身集团方面 其实在今天方面都有人出来说话 就说他们都觉得 那个价钱是不会说怎样减的 但同时间你见到其他的外国品牌 包括好像卫视一样 都说需要进行一个价格控制 去到降价配合国家的政策 当然你说大家都是外国进口的品牌奶粉 人家肯减价 但如果你说你不肯减价的话 到时候可能一方面你会被人家罚款 二来也都有机会在竞争力方面 就未必有其他的牌子去到欠 所以你说这些因素都令到他今天股价 都是由头跌到尾 既然是这样的话 要有货的话 应该怎么复制好呢 是不是都拿着它先等一等呢 因为都跌得太急了 走不及了 很难猜的 因为始终面临罚款的金额有多少呢 其实对股价的走势来说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纯粹以一个短线的看法 连续两天跌了接近三成的时候 初步我觉得都在这些位置 就逼它反弹先 但是你说 未来它弹到上去大概 33元左右 我觉得都应该要走一走 好 谢谢Jason 在这些股份的分析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做新报说的股份是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Jason 我们全日的直播环节就差不多了 好多谢大家收看 想重温节目来源的话 欢迎浏览财经台网站 网址是www.bhchannel.com 我们明天同样时分 九点半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